这个半年度训练的第三篇信息 第三周 讲到那地有小麦与大麦 阿们 我们要不要把这个标题 我们一起读一遍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相关的经节 我们一起读一遍 阿们 阿们 那地有小麦与大麦 阿们 好 生命纪八章八节上 阿们 那地有小麦与大麦 不桃树 不花火树 只留树 是耶稣对他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进入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阿们 我实实在在地 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 死了 仍旧是一粒 是死了 就结出许多子力来 爱惜 自己浑生命的 上司浑生命 在这世上 恨物自己浑生命的 就要保守 就要保守 活生命 移入永远的生命 如今 如今 主旧是 世了世人 出手的果子 已经从死人中复活 就是 他在基督身上 所运行的 他从死人中复活 叫他配出 人之间 在自己的右边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我们看到这一章的信息 很大程度上 是基于刚才我们所读过的 这些经节 其中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经节 就是生命第八章八节 讲到 每地上有小麦 大麦 葡萄树 无花果树 石榴树 特别讲到的前两样古物 就是小麦与大麦 也就是我们这一篇 主要重点强调的 所以小麦 那接下来 在这个约翰福音 主耶稣就亲自对我们说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这里这个麦子 照着原文 事实上就是小麦 所以这清楚地 给我们看到 主耶稣 他就是这一粒小麦 或者说 他就是这一粒麦子 他落在地里死了 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感谢主 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的子粒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 Amen 那这是小麦 主要是讲到 耶稣的死 以及他的 这个 在地上的生活 那不仅如此呢 事实上 主耶稣还是预表 还是一个大麦 还是大麦 那大麦在这里 是指什么呢 就特别的讲到 是复活的基督 所以在零前15章20节 这里讲到 但如今基督就是碎了之人 初熟的果子 已经从死人中复活 那这个初熟的果子呢 事实上在这里呢 就是指的美地上的出产 大麦 因为大麦在所有的古物中啊 是最先成熟的 所以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大麦也是预表基督 然而它是预表的 不是受限制的 不是死 不是定死的基督 乃是复活的基督 所以我们看到 这就是这一篇呢 最主要的两个方面 最主要的两个方面 第一面就是小麦 第二面是大麦 阿们 六子妹们 我们把这 我们先也许 先把这两个大标题 我们一起读过 这篇就是 一共只有两个大标题 阿们 好 第一大点 生命计 八八点上半 小麦 一表成为肉体 被定死 并埋葬的基督 阿们 好 第二大点 小麦 小麦表成成为肉体 被定死 并埋葬的基督 而大麦表成 活的基督 阿们 这就是我们这一篇信息的 两个大点 很清楚 第一大点 讲到小麦 第二大点 讲到大麦 小麦呢 是预表基督 成为肉体 定死 并埋葬的 这样一部分 那大麦呢 则是表证 它复活的基督 然而这两个点呢 也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照着我们这个 后面的 纲目里面的说法呀 是 我们要经历小麦呢 就是受限制的基督 受限制的耶稣 我们必须应用大麦 就是不受限制的基督 这就是一个联系 我们在复活基督的大能力 才能跟从受限制的耶稣 所以看到这两方面啊 对我们来说 其实是可以同时经历的 这也是这样的一个联系 也是弟兄们把这两点 结合在了一起 那在这边又讲到啊 何时我们有基督做小麦的经历 就保证 必有基督做大麦的经历 随之而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方面的经历啊 并不是分开的 乃是啊 我们都可以同时经历了 阿们 好弟兄姊妹们 要不要我们操练花一分钟的时间 大家把这两个大点和他们的关系 我们稍微讲 操练讲一下 然后我们就详细的进到这个大点里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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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阿们 是 是 主耶稣是 玉表 小麦 玉表成为肉体 被定死 被埋葬的基督 是 如此 还表证 大麦 表证 复活的基督 是 主啊 我们经历小麦 经历受限制的耶稣 就要应用大麦 我们有小麦的经历 就有大麦的经历 阿们 是 复活的基督 阿们 阿们 好 感谢主 那我们就很清楚啊 这两方面 小麦和大麦 那我们先进到小麦的经历里面啊 小麦呢 首先第一终点 第一终点 弟兄们 弟兄们读一下 第一终点 阿们 基督在他成肉体时期的丰满执事里 将无限的神 到有限的人里面 阿们 第一终点啊 就特别的讲到 基督丰满时期三个执事的第一个阶段了 事实上就是 我们一共三个阶段 成肉体的阶段 啊 肿扩的时期 和加强的时期啊 第一个时期 就成肉体的时期 成肉体的时期就讲到啊 特别就是讲到 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 从他的出生开始啊 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讲 太初有化 化与神同在 化就是神 啊 就一开始就有了 那到了十四节呢 这个化就成了肉体 至大在我们中间 阿们 所以就讲到啊 化成了肉体 这个成了肉体啊 就把有无限的神 带到了有限的人里面 阿们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基督丰满 指示第一个时期里 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是把无限的神 带到有限的人里面 这是第一步 因着他进到了有限的人里面呢 事实上 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呢 是过着一种受限制的生活 所以这后面的几个小点呢 都是讲到 耶稣在很多的方面上 是要受限制的 我们要不要 姊妹们把第一小点读一下 然后我们弟兄们读第二小点 然后我们一起读第三小点 阿们 基督作为在肉体里有限的人 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阿们 好 弟兄们第二小点 基督作为在肉体里有限的人 在事实上受限制 阿们 好 我们一起读第三小点 基督作为在肉体里有限的人 有天然主人的生命 并过一套的生活 阿们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啊 我们的主耶稣 虽然他是神的 神的独生子 这里面讲啊 从父的独生子的荣耀 虽然他是神 这个神成为人 但是他依然呢 过着跟我们一样的生活 一个一样的受限制的生活 这里面就讲到 他在几个方面都受限制 首先讲到在时间和空间上 我们知道神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 这个A小点讲到啊 因为主是永远无限 不受限制的神 却做了人在地上生活 在时间上受到限制 那怎么看出来呢 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 约翰福音七章六节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你们的时候去尝试方面 所以就看到啊 他受时间的限制 若是这个时间没有到呢 他也不能去做一些事情 也看到他受时间的限制 当然这里面啊 事实上更深的来看呢 他不仅仅是受外面的这些时间空间的限制 他事实上是受他里面啊 一个神圣生命的限制 这个就是他要成就父的旨意 所以啊 他一再的是 如果是父让他没有做什么事情的时间 没有到的话呢 他就在这里讲啊 这个时候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过的生活啊 事实上是一种受限制的生活啊 这是在时间上啊 那B小点呢 是讲到呢 虽然主虽然是全能的神 却做了受逼迫的人 在行动上受限制啊 这也是同样一个例子 在七章啊 这里面就讲到 说主耶稣说啊 说不是明去 似乎是暗去的啊 这是讲到他的弟兄们去过节 他也过去了 那为什么要暗去呢 他是神呢 他就说看到他在行动上有限制 因为有些人可能要对他 有一些要抓他啊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行动 那他只能呢 行动上受限制 所以要暗去而不能明去 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地上的生活啊 受到很多的限制 另外呢 第二小点呢 我们刚才一起读过 不仅在时间空间上受限制 在行动上受限制 主耶稣啊 在知识上也是受限制 那我们知道神呢 他是全知全能的 他是这个宇宙的创造的一位创造主 但是呢 他在人的这个 当他成为人的时候啊 他这些知识呢 也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啊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你看像路加福音 这里面就讲到啊 这两个经节就讲到 说那孩子渐渐长大 刚强起来 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所以这里面就看到 他有一个渐渐长大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然后到52节呢 又讲到耶稣在智慧和身量 并在神与人面前 所显明的恩典上 都不断增长 那给我们看出什么呢 看出我们主耶稣啊 他从小也是受教导的 去学习神的话 去学习圣经 所以这里面就看到 他对神的认识 这些知识 也是需要一个增长的过程 也就是说 他在知识上也是受限制 他在地上过的生活 就是一个人的生活 阿们 那最后一点呢 我们就看到 因为他过着一种受限制的生活 事实上呢 同时他也是过着一种 倚靠的生活 阿们 他倚靠谁呢 他不是倚靠任何的人 他倚靠的乃是这位父 所以我们看到 主耶稣就常常在这里讲 你看他就讲 活的父怎样拆我来 我又因父活着 事实上这种生活啊 就是我们今天应该过的生活 主耶稣怎么活呢 他就是因父活着 所以我们看到 他受的这些限制 自从根源上来说 都是因着他要因父活着 他事实上是主动的受了这样的限制 为的是要成就父的这样的一个旨意 到了马太福音呢 这里面也看到五饼二鱼的故事里 他有一个望天祝福的过程 这很显然呢 他也是知道父是源头 所以乃是仰望父 倚靠父 能够成就这样一个五饼二鱼的 这样一个神迹 阿们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 主耶稣啊 他受限制 但是这样的受限制呢 事实上也让他过一种 倚靠神的生活 阿们 这就是我们第一大点 就是第一终点 第一终点就是讲 主耶稣啊 是把无限的神 带到有限的人里 因着他在有限的人里生活 他受的限制 也过一种倚靠的生活 阿们 好 我们进到第二终点 阿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读第二终点的标题 阿们 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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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弟兄们读第一小点 兄妹们第二小点 然后我们一起读第三小点 阿们 主耶稣 因着他神性的荣耀 遮藏在他人性的外壳 以受痛和寄进 保望受死的净 他神性的荣耀 得以释放而来 阿们 好 兄妹们 我们一起读第三小点 主耶稣 落在地里死了 地里死了 将他从人性的外壳里释放出来 阿们 是 主耶稣成为一个人 他不仅仅过着一种受限制的生活 事实上呢 他的神性啊 还有在这个过程中呢 是被隐藏起来了 啊 隐藏在他这个人性的外壳里 啊 因此啊 这里面第一小点就讲到 实际上 主耶稣 他渴望啊 渴望受死的净 啊 路加福音12章50节说 我有当受的净 还没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困惑 啊 那这个 在这里面 路加福音这里面 讲当受的净呢 就特别 实际上是指着主耶稣的死而说的 对这个净呢 就是这里面讲到受死的净 啊 也就是说 我们主耶稣啊 他这个神性的荣耀 若不借着死和复活呀 事实上是没有办法释放出来的 所以说 这个也是今天我们的 对我们经历上也是一种帮助 就是说 啊 我们在这样受限制的环境里啊 就是要经过这样死而复活的过程 啊 感谢主 所以看到主耶稣啊 他是要成就父的旨意啊 因为他就是 为了成就这个 知识上是讲 他是为了在十字架上 成就这一切 啊 才成为肉身 才成为一个人 才过这样的生活 那就是说 他这时候 他是充满渴望的 但是渴望呢 就是渴望能够 受死的尽 也就是成就父的旨意 阿们 那第二小点 就进一步讲到啊 他要经过这样的死 主耶稣要经过这样的死 这样的死呢 就使得他 这个样一个神圣的生命 啊 可以从肉体里释放出来 那也就是我们这个 啊 这就连于我们 这一篇很重要的经节 啊 就是这个约翰12章24节 啊 主耶稣一再地讲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旧是一粒 若是死了 就结束许多死利了 所以他这样的死啊 就是一个生 啊 释放生命的一个死 啊 也就是这样一个 啊 他的荣耀显出来的 这样一个死 阿们 啊 啊 那 好 这就是第二终点啊 那下面第三 第二终点的第三小点呢 就讲到主耶稣落在地里死了 这死啊 将他的从人性的外壳里释放出来 那还是从约翰福音12章24节 这就非常的重要 啊 他的释放是借着死 啊 旁我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 这个释放是要借着死 好 主耶稣落在地里死了 是神圣的元素 神圣的生命 能从他的人性外壳里释放出来 所以感谢主啊 因着他这样一个释放 他这样的元素和生命释放出来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有份于他这样的生命 啊 也就成为他这里面讲到的 这个可以说是许多的子力来 阿们 所以主耶稣这一粒麦 主落在地里死了 丧失魂生命 好释放他神圣的生命 阿们 这个刚刚在约翰福音10章 他也讲了 好牧人为羊舍命 这个舍命啊 事实上还不仅仅是肉体的生命 主要指的还是魂生命 他为我们舍掉了魂生命 因为他过着一种否认极的生活 我们讲 就是完全因着父而活的生活 这样的一个生活 事实上就指着他可以成就 成就这样的死 成就这样的复活 阿们 好 我们剩下一点时间呢 我们进到第三终点 就讲到一个应用 讲到我们如何应用这样小麦的经历 阿们 好 我们一起读第三终点 阿们 我们在受限制 受压迫的处境中 被经历基督 和一粒麦子 阿们 所以前两个终点呢 事实上都是讲到主耶稣 讲到他把无限的神带到有限的人里面 也就是讲到他的道成肉身 那第二终点呢 事实上是讲到 另外一面 就是他神性被隐藏在他人性里面的这一面 事实上呢 也启示我们这样的荣耀要释放出来 乃是要借着耶稣的死 这是前两个点 讲到呢 都是我们主耶稣所已经经历的 和已经成就的一些事实 一些客观的事实 那这些启示呢 是带到了我们的一个可以对他的经历和享受中的 就是这个第三终点 就是我们事实上今天都可以经历这样的一个基督 做一粒麦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经过了这个过程 成为了那个包罗外有次生命的灵 如今住在我们里面呢 就使得我们可以经历 他所经历的这样的一个一粒麦子的生活 所以感谢主 第三重点呢 就是讲到我们在经历这一面的一些应用 那这一共有五个小点 我们还是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交替的读过 然后我们今天有一点交通 阿们 弟兄们读第一小点 阿们 我们就能领悟到 他是那些无限的神 他所经历的神 他所经历的神 并且领悟到 在他那些一片面有力 承受任何限制 阿们 基督做我们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乃是一粒麦子 过那成为肉体者 受限制者的生活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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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作为小麦 是我们的生命 我们愿意受限制 受死 亦被埋葬 亦成为无有 就是经历基督做小麦 阿们 阿们 谢谢主 事实上我们弟兄在释放信息的时候 也特别强调 这一篇信息的主要负担 还不是在真理和启示的这一面 而是特别的侧重于我们经历的一面 第三重点就带进我们的经历里 我们常常是有一些受限制的环境 天然的我们都不愿意受限制 都希望可以不受限制 但是这里面就给我们看到 事实上当主把我们摆在一种受限制的环境里的时候 是希望我们接着这样的环境 可以更多的接触主 阿们 所以我就很非常的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 你看在第二小点 包括第四小点 都特别的讲到我们的在环境中接触主 阿们 所以这个接触主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如果是我们不接触他 我们在这个环境中就没有办法得到益处 就没有办法经历他做小麦 做大麦 所以这里面 菲利比诸四章十三节就讲了 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 凡事都能做 那就是这个加我们能力者就是基督 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中的时候 我们就转向我们的这位主耶稣 在他能力 在他里面 他这个小麦的生命就发动在我们身上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 我们还不失去 在受限制的环境里 不失去对他的享受 阿们 那这里面也是特别想到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的 说弟兄们 关于我们在雅西亚所遭遇的患难 我们不愿意 你们不知道 就是我们被压太重 力不能胜 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 自己里面也断定是必死的 叫我们不信靠自己 只信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 所以看到使徒保罗的自己的经历 就是在那样一种环境里 已经断定是必死 但是这样的环境就使得他们只能信靠神 只能信靠这位叫死人复活的神 这就是这样的经历 所以带到我们的实际当中 就是我们要一再的接触主 一再的接触主 这样他就使我们的环境 他就会进到我们的环境里 让我们对我们的景况能够知足 并且同时也能够经历他这样一个小麦的生命 放在我们里面 甚至让我们愿意接受限制 愿意受死 愿意被埋葬 而这样的愿意 事实上就让我们不仅仅是经历他做小麦 我们后面还有大麦的经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 不仅仅是受限制的一个经历 并且是胜过的经历 是得胜的经历 实际上复活的经历 而这些事实上就是带进了 我们对主耶稣基督 以作为大麦的一个经历 阿们 那我就停在这里 我们弟兄会继续带我们进到第二大地 阿们 感谢主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弟兄姊妹 我们这一周进到了美帝里的 手前头两项 他的出彩 那我觉得当刘利庸在 与我们在这里一起的时候呢 他常常说到 这个基督里 不仅在基督里 不仅是有小麦 大麦 我们这样来个别的有经历 而是呢 我们所得着的这一位基督 他就是小麦 他就是大麦 阿们 那如果我们再来读一下呢 生命纪八章八节上 来我们来读一次 那地有小麦 葡萄树 花果树 石榴树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到啊 在基督里 他是小麦 大麦 葡萄树 五花果树 石榴树 换句话说呢 你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你所经历的基督 就是你所需要的基督 阿们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我不是经历基督 分开的这一项那一项 主把小麦给我们 主把大麦给我们 不是的 这个神啊 拿来是在光中啊 使我们与众圣徒啊 同德啊 这一块美地 而这块美地 在我们的生活中 他就有小麦 他也有大麦 他有葡萄树 他有乌花果树 他有石榴树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啊 看见这位基督啊 是包罗万有的基督 阿们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啊 当我们在经历 这位基督的时候啊 在我们的经历中呢 有小麦和大麦 这两方面的丰富 感谢主 那我们这一周啊 非常简单的 两个大点 我先再过一下 这第一大点 讲到了 成肉体被定死 并埋葬的基督 他底下有三个终点 第一终点呢 就是讲到啊 这位成肉体的基督 然后呢 第二终点呢 这里就讲到了 这个被定死 并埋葬的基督 这个第二终点 被定死 并埋葬的基督 他的人性体格啊 破裂 借着死 而得以破裂 释放啊 在他里面 那个隐藏的荣耀 神性荣耀 借着他的死 埋葬 而能释放出来 他的神 神性的荣耀 然后呢 这个第三终点呢 就讲到 我们的经历 所以弟兄姊妹 你清楚吗 第一终点 是讲到什么呢 成肉体 第二终点呢 是讲到 他的这个定死 并埋葬 也就是这里所讲的 定死并埋葬的基督 对 然后呢 这个第三终点呢 就说到 我们的经历 你也可以说 第一终点 第二终点 就是关于基督的启示 第三终点 就是我们的经历 感谢主 这就是第一大典里面 有第三 有三个终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入的是 第二大典 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宣读第二大典 小麦表征成为肉体 一定死并埋葬的基督 一样的 在底下有两个终点 这第一个终点 我们请弟兄来读 在每地 大麦 其他果物 先成熟 因此 大麦是出熟的果汁 这个呢 是讲到了 他的启示 大麦是出熟的果汁 待会儿呢 我们会进到这个细项里面 然后第二终点是什么呢 我们请姊妹宣读 那这个呢 也是讲到了经历 我们一方面呢 在第一终点 有对这个大麦啊 就是这位复活基督的启示 在第二终点呢 谈到复活的基督 他乃是无限的 这是对于我们的经历来说 我们的经历来说 所以呢 你在往下去读的时候 就发现第二终点底下 谈的都是我们的经历 因为启示啊 是为了要把这位基督给我们看见 给我们看见的目的 是要我们能够来经历 所以姊姊妹这里啊 这个小麦 大麦 他都有 启示和经历的两面 感谢主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到啊 这个第二大典的第一终点 这里有一个经节 是零前十五章二十节 我们请弟兄姊妹 我们来宣读 但如今基督就是睡了之人 出属的果子 已经从世人中复活 阿们 弟兄姊妹 我们花这个三四秒的时间啊 我们把这个经节 导读导读 阿们 带你今基督 阿们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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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睡了之人出属的果子 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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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的果子 已经从世人中复活 已经从世人中复活 赞美你 是睡了之人出属的果子 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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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书 阿们 书 感谢主 我们从哪里看出来呢 我们从啊 在美地里啊 在美地上 这个古物当中呢 是大麦 它是出手的 换句话说呢 在啊 其他的古物 都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啊 大麦啊 它就开始成熟了 它就有熟的了 那这个是预表什么呢 年前15章20节 就是预表基督 他是睡了之人 出熟的果子 这个睡了就表示是死了 啊 死了之人 出熟的果子 而奇妙了 是 睡了之人 死了的人 没有一个再起来的 可是呢 我们的基督啊 他从死人中又活过来了 他是从死人中复活的 基督 从死人中复活的 出熟的果子 那既说出熟的果子 后面就还有 跟着紧接而来 其他的果子 换句话说呢 基督 是从死人中复活的 守生者 阿们 之后呢 就是我们这一般 信入基督的人 我们也要成为啊 这出熟的果子 里面的一个 那当然了 我刚才所这样的讲法呢 就是讲到了 我们也要与基督 一同从死人中复活 阿们 他是那睡了之人 出熟的果子 阿们 好 所以呢 小 这个大麦啊 是表征复活的基督 阿们 好 那 第二个终点 这里讲到了 正如大麦所预表的 复活的基督 乃是无限的 在腓立比书 四章十三节 保罗说到 我在那教我能力者的里面 凡事都能做 对 弟兄姊妹 我们最近进到了 灵后的生命读经里 我们就看见啊 这个新约的服侍者 这个执事啊 他们是怎么样子的 被构成的 他们怎么样子 来承接这个执事 他们这一个人啊 就是这个执事 为什么呢 他们被啊 这一个 这一份执事啊 所构成的 他们要分次的那位基督 已经做到了他们的里面 所以在这里啊 他说到 我在那教我能力者的里面 凡事都能做 保罗说啊 打倒了 却不至于灭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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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面受压 却不被困住 等等的 有许多的话 叫我们看见啊 他们似乎在那里 不断的死啊 可是呢 他却说啊 他是天天死 也是天天活 怎么回事呢 又是死又是活 因为啊 保罗是在那 复活的基督里面 这位复活的基督 成为 加他的能力者 他宣告 凡事都能做 对 弟兄姊妹 我们千万不要遇到 一点点小的事情 有一点挫折 我就说我不能 我们在这里看见啊 我们的基督 他已经从死人中复活了 他是那出手的果子 我们在他这位复活的基督里 乃是无限的 凡事都能做 感谢主 这样的宣告 就叫我们连于这位 复活的基督 我们就能够 净利 他是那 大麦 哈利路亚 好 弟兄姊妹 我们把这两个终点啊 把它稍微的 有20秒的时间啊 把它讲一下好不好 关于这个大麦的启示 还有净利 阿们 是 大麦是 因此 大麦是出手的果子 大麦是出手的果子 预表的地步 所预表的地步 所预表的地步 是基督来修现到地步 所预表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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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熟得早 所以大麦是在庄家中的出手果子 预表的地步 预表复活 无限制的基督 阿们 也就是无限的基督 阿们 我们刚刚看到的小麦 是什么样的小麦呢 是受限制的小麦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 这个基督啊 从十里复活了 他是那出手的果子 预表的乃是无限的基督 阿里雷雅 既说复活 世界中 在这个世上啊 最大的限制是什么呢 就是死亡 两姐妹 死亡啊 是最大的限制 但是呢 我们这位啊 基督啊 他胜过了死 他是复活的基督 不受限制的基督 他是无限的基督 阿里雷雅 好 第二个小点子妹 我们喜乐的学知 基督是大麦 是在我们里面 复活的基督 他能复入每个处境性 阿妹 是 弟兄姊妹 这位生活难不难呢 可能我们有一些时候 会觉得很难 但是这里讲到 我们喜乐的学知 基督是大麦 在这位生活里 我们也喜乐的学知 基督是大麦 我们有大麦的启示 他就是在我们里面 复活的基督 他能应付每个处境 所以保罗说 我在那交往能力 走到里面 凡事都能做 阿妹 然后弟兄第三小点 基督这复活的 复活者 乃是从死人中的 受生者 使他成为身体的头 他这身体的头 既已复活 我们作为身体 也必复活 阿妹 是 好 在哥罗西书 一章十八节讲到 他也是造会 身体的头 他是原始 自从死人中 复活的受生者 使他可以在万有中 居所谓 所以基督不仅是旧造的受生者 他也是新造的受生者 是从死人中复活的受生者 那既然说受生 当然后面就有跟着而来 许多其他的 其他的弟兄 感谢主 那这个呢 就叫我们能够成为他的身体 在以福所书 一章二十三节讲到 照会是他的身体 头已经复活了 对不对 那身体呢 当然也必复活 所以在这里啊 我们看见 他是复活出手的果子 我们是许多的果子 与他同死 同埋葬 我们也要与他同复活 阿灵 阿灵 请姊妹们来第四小点 作为出手的果 基督已经成为生命的降 因此 大爱与祿草 存在福活里的基督 是我们的书 是我们的书 阿们 因为福音六章四八节 基督讲 他是生命的粮 对 这个弟兄姊妹 在这里啊 我们看见什么呢 我们看见了 他不仅是活粮 他乃是饼 这个大麦啊 在这里啊 他成为饼了 当我们说 他是大麦的时候啊 还非常的客观 但是大麦啊 要成为我们的经历啊 他必须来成为饼 这个大麦饼 就是表称 在复活里的基督 是我们的食物 成为我们的食物 什么时候大麦啊 你讲到大麦的时候 这是客观的启示 但是讲到大麦饼 这个饼啊 加上去啊 他就成为我们的食物 做我们主观的经历了 Amen 谢谢主 好 第五 这个A小点我来读 无这数字表征负责任 这证明 复活的基督 能承担责任 复活的基督 乃是啊 神来加到耶稣 这个人啊 受造之物啊 四 就一加四呢 就等于五啊 这表示啊 这个神啊 加到了人里面啊 在这个五 这个数字里 指明 复活的基督 能承担责任 你我若没有神 加到我们里面来 我们也不能承担责任 但是在复活的基督里 叫我们看见 一段神 加到了人的里面啊 这个人 他就成为神人 这个人啊 也就是啊 复活的基督 在他里面 做生命的人 就能够承担责任 好 第一点 我们从基督 这大麦饼 得喂养时 我们也成为大麦饼 以我们所经历的基督 喂养别人 所以啊 今天弟兄姊妹啊 我们今天在照会生活中 是 给我们做什么用的呢 是给我们啊 来加神的 也就是说呢 是我们啊 来吃啊 基督做大麦饼的地方 我们什么时候吃 这个大麦饼 什么时候 我们也就成为大麦饼 以我们所经历的基督 喂养别人 要怎样 我们刚刚也经过了 有一个 在这个第三小点的地方 也讲到啊 头既已复活 我们做事为身体的 也必复活 那在这里讲到什么呢 当我们啊 从基督啊 这大麦饼得喂养时 我们也就成为大麦饼 头如何是复活 身体也是复活 头如何呢 是作为大麦饼 来喂养我们啊 身体啊 借着吃大麦饼 也要成为大麦饼 成为啊 人的食物 人接触到我们啊 哎 他们就接触到 在我们里面的大麦饼 基督啊 也要能够得着 他们也要得着 喂养 牧养 好 第五小点 我们一起读 主耶稣 没有这个大麦饼 能使五千人食饱 还剩下十二人的零碎 那就是复活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 神 主 他这个大麦饼啊 他能够啊 应付我们的需要 啊 并不止 而且不只是 让我们吃饱 而且有这个富裕啊 能够喂饱 啊 神 所有的 儿女 啊 这个 我们有一首诗歌讲啊 这个啊 绰绰有余啊 应付不已 绰绰有余 应付不已 那我们从哪里看出来呢 马太福音十四章 这里讲到了 主耶稣用五个饼 两条鱼 喂饱五千人 啊 并且呢 众人都吃啊 都吃饱了 啊 在这里有五个饼 两条鱼 马太十四章 十七节 啊 然后呢 众人都吃 并且吃饱了 还有剩下的零碎 十二个篮子 在约翰福音 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他就讲到 这是五个大麦饼 啊 那在马太福音这里 只有讲到五个饼 啊 感谢主 这个给我们一个祭祢 这个给我们一个启示 基督啊 是大麦 他是那出熟的果子 是那复活的基督 但是在这里门徒们怎么样呢 我们要说呢 门徒们的反应常常是我们的反应 主耶稣说啊 这个啊 啊 这个 十 马太十四章十六节啊 主耶稣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啊 然后呢 十七节就说什么呢 他们说 我们这里除了五个饼 两条鱼 再没有别的了 啊 再没有别的了 除了五个饼 两条鱼 再没有别的了 啊 很多时候 弟兄姊妹 你我是不是也是有相同的感觉 哎呀 主啊 我只是一个小弟兄 我只是一个小姊妹 再没有别的了 啊 我除了怎么样 啊 不行了 我们没有办法喂饱人的了 啊 但是呢 在这里啊 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八节以下呢 就叫我们看见基督啊 他就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 啊 他是那大麦饼 啊 这你所你手上所有的这个饼乃是大麦饼 他是没有限量的 啊 感谢主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位生活里面 我们不要再说到啊 啊 啊 我除了怎么样 怎样 再没有别的了 主啊 我不行 哎呀 啊 供应 啊 什么了 啊 我们应该说啊 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大麦饼 他能应付我们的需要 绰绰有余 对 阿们 哈利路亚 好 第二终点 我来读 正如大麦所预表的 复活的基督乃是无限的 好 第一小点 弟兄 小麦 指基督成为肉体 臭死与埋葬 随后 大麦指他的复活 就是复活的基督 阿们 是 然后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 主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信入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给我们看见 他是复活 他是生命 他是复活的生命 然后以弗所说 一章20节 这里 让我们看见神 使他从死人中复活 阿们 好 第二 第二点 请姊妹 一面 我们可以经历小麦 所表真有限的耶稣 另一面 我们可以经历大麦 所表真有限的基督 阿们 是 这位经历小麦 所表真啊 这个有限的基督 也就是啊 这位啊 啊 活在十字架十字里的耶稣 啊 感谢主 那 A小点 讲到了 是耶稣在他的成为肉体里 是非常受限制的 但在他的复活里 他是不受限制的 啊 在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 路加福音啊 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经节 49节 他说 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 若是已经早起来 那是我所愿意的 我有当受的禁 还没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困魄 因为在他的人性的体格里 有神性的荣耀 他要借着死 而得以释放出来 阿们 那在底下呢 讲到啊 路加福音24章这里 说到了 这位基督啊 他受这些害 然后又进入他的荣耀 然后讲到了 三十四节 诸果然复活了 等等呢 给我们看见了 基督 他在肉体里 是受限制的 但是在复活里 他是不受限制的 好 第一点讲到 小麦是死亡谷 大麦是复活山 在雅各书那里 讲到了 这位复活的基督啊 是穿山越岭而来的 羚羊和小母鹿 我们知道啊 雅各的最后一个经节啊 讲到什么呢 讲到啊 我的良人啊 是不是 他讲到了 我的良人啊 愿你快来 如羚羊或小母鹿 在香草山上 这是讲到了 基督在他的复活的大能力 回来 设立他的国 地上要成为他的国度 阿们 好 第三点 我们请弟兄 为要经历小麦 要受限制的耶稣 我们必须应用大麦 就是不受限制的基督 我们在富活的大能力 从受限制的耶稣 从受限制的耶稣 阿们 这里讲到了 也是啊 周五所引的经节 西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 十三节 第十二节是讲到了 基督他是这位小麦 受限制的耶稣 所以耶稣 为要借自己的血 圣别百姓 也就在城门外受苦 这个耶稣是在耶路撒冷外 被钉十字架 在那里用自己的血 要来圣别百姓 他要完成他的救赎 然后呢 接下来是什么呢 我们得到这个启示 他是小麦 如今呢 我们也知道 他是大麦 这样我们也当出道淫外 救了他去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这个出道淫外 救了他去 就是在我们在复活基督的大能力 我们也能够出道淫外 救了他去 怎样呢 跟从受限制的耶稣 也就是这里 十三章十三节 西伯来书所讲的 忍受他所受的凌辱 所以呢 在启示上啊 我们是先看见了 基督是小麦 然后呢 他是大麦 但是在我们的经历上 我们若是要经历小麦 我们必须应用大麦 也就是呢 我们在复活基督的大能力 来跟从受限制的耶稣 阿们 阿里雷亚 然后第四小点姊妹 我们在那家 我们的利者的经验 凡事都能做 因为他会是活 出现无限的基督 阿们 是 所以在照会生活里 我们不要说我们不能 我们要说 我在那家我能力者的里面 凡事都能做 阿们 好 弟兄姐 我们不要为撒旦说话 我们要 在基督里 来宣告 我在那家我能力者的里面 基督是我的大麦饼 凡事都能做 阿里雷亚 来弟兄 第五小点 何时我们有基督做小麦的经历 就保证必有基督做大麦的经历 随之而来 阿们 随之而来 这里讲到什么呢 那地有小麦 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麦 好比说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 店都已经装置在我们的家里 你只要打开开关 店员就源源不绝而来 同样的 今天我们需要在照会生活里 操练我们的灵 来接触 经营这位基督 我们就能够经历他做小麦 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麦 阿里雷亚 有限制 但是呢 我们里面呢 那位无限的基督啊 就叫我们能够经过 种种的限制 还能够活基督 显大基督 阿们 好 第六 小点请 姊妹 事实上 为要经历基督做小麦 做受限制的耶稣 我们必须拥用他做大麦 大麦 福活的基督 阿们 这个地方呢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 在启示上就是12章24节 主是一粒麦子 在经历上是什么呢 12章25节 在经历上啊 乃是啊 主所讲的 从这里啊 在世上恨恶自己浑生命的 就要保守浑生命 归入永远的生命 我们要经历基督做小麦啊 受限制的耶稣 必须要应用他做大麦 做复活的基督 在这里呢 是借着我们从 喷恶自己的浑生命开始 我们就要能够开始这个经历 小麦 大麦的经历 好 第七小点 我们弟兄 我们在自己里面 无法应付我们的需要 但我们里面有大麦比例 有一份不受限制的复活基督 能应付每一需要 甚至产生富裕 阿们 在四世纪七当 鸡垫与米店人的征战啊 这个米店人中 有人梦到鸡垫作为大麦饼 滚入米店营中啊 来击败米店人 所以啊 什么时候啊 我们来享受我们所得着的 启示出来的基督啊 什么时候啊 他就要应付每一个需要啊 啊 叫我们得胜 甚至啊 产生富裕 能够供应神的儿女 哈利路亚 阿们 好 第八小点 姊妹 复活的基督乃是大麦饼 没有什么能阻挡或限制 阿们 死亡不能拘尽复活的生命 这个 连死亡都不能 限制 这一位基督了 那还有什么能够阻挡或限制他呢 而这一位复活的基督 如今啊 就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的经历里 成了 复活 无限的基督 阿们 阿们 第九点 我们一起读 我们若记得基督是我们里面的大麦 我们来到聚会中 就能借着祷告或建政 应用基督做大麦 那照会啊 照会啊 生活是一个美妙的爱宴啊 大家都吃得饱饱的 大家都啊 享受 照会生活 在这里有 复活的 这个见证 在这里有啊 这个啊 这个基督之史的 这个新香啊 啊 这个墨药的新香 啊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借着这一篇的信息 来享受基督是美地 有小麦和大麦 感谢主 我就停在这里 Amen Amen 感谢主 那这个美地啊 我们有 这个美地啊 就是预表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 那 那这里 我们进入这一篇呢 这第一个就讲到 这个美地里面的第一个 第一个 产品呢 就是这小麦跟大麦 那 弟兄们在进入这一篇讯息的时候 也跟我们讲到两个很重的 两个负担 就我们在这篇讯息里面得着 第一个呢 就是要让我们有 认识到这样的一个 意象 那基督呢 是 是小麦 是大麦 对于我们来讲 是小麦 也是大麦 要认识这样的一个 意象 那感谢主 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 执事 有弟兄们帮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意象都解开了 我们很清楚知道 基督就是这个小麦 也就是这个大麦 那 那另外呢 第二个负担呢 就是 要让我们 在这个美地上面来经营 然后经营这个东西 然后要要来运用 来来经历 基督做我们的这个 小麦和大麦 那 感谢主 那我觉得 这真的是 读了这篇 进入这个讯息以后啊 真的是让我们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 我们都会有很多的经历 有很多的 受限制 或者是被压迫的 一些压迫的情形 那当我们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信息里面 就真的是告诉我们 就说 当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是 转向我们的主 因为 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受限制的环境的时候 就让我们经历 那个 这个耶稣做这个 耶稣是我们的小麦 因为耶稣自己就是一个受限制的 那 那 那 经历耶稣做这个小麦 那当我们这样的 经历这样的一个 受限制的环境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更多的 更进步的来经历 这个基督 做我们的大麦 就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能够让我们能够 应付我们所有的需要 让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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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到 就是 在这里面可以得着更多的基督 所以 就是 最后 就像我们这个 菲利比希律里面讲的 在那加我能力者里面 凡事都能做 所以当我们在这样里面 经历 经历耶稣这样的一个 有 这样的一个小麦 那进入基督这样的一个 大麦的复活的生命 我们就能够 就能够更多的 在这美地里面经营 得着这样的一个丰富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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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继续 继续来回应的话 就着这篇戏 正有来说 那地 有 小麦 大麦 就着这篇戏 的复杂来说 我们要需要 印识到 第一 我们需要 劳苦经营 第二 我们需要 极力追求 第三 我们需要 更新 奉献 我就回应的话 有三点说 回应的话 就是 旧的小麦 大麦 我们需要看见 神经文的 影像 大麦 大麦和小麦 代表基督的两个方面 他的来和他的去 基督降下 降下来是做小麦 基督升上去 去 去 是做大麦 再次我们要看见 神经文一项的两件事 基督降下 成为右体的耶稣 他是一类麦 拿了色影 也是个木匠 是做小麦 基督升天 成为赤身为灵 他进入符合里 在世界 空间 物件 都不受限 他是做大麦 好 再一个点 我们要看 旧的小麦和大麦 我们要摸到 基督是我们的食物 小麦和大麦 都是食物 加工之后 就能做食物 这里所说的食物 不是指 人体 所需要的食物 乃是指我们灵里 所需要的食物 什么是我们灵里的食物呢 主耶稣在约翰六章三十五节明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 必永远不饿 信入我的 必永远不可 所以 在 您在他之外 追求别的东西 就不可追求别的东西 您在追求 他以外的东西 就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狗 保罗在菲利比三章二节提醒菲利比银说道 你们要提防犬类 保罗先前在追求狗狮 但有一天他在大麦社的路上 他被主抓了 摸了之后呢 以后他不再追求狗狮 他要吃这位包裸外有的基督 到了有一天 这位神成了幼身 他成为银 摆在我们面前 他那个态度 他那个味道 他那个光景 就是一块饼 他没有威严 也没有外表的荣耀 教员看不见他的高 也不觉得他的大 无论多么饿 多么坏 多么不像淫然人来接触他的时候 都没有难处 每个来接触他都很自然 他是来说 他是做粮子 做饼 虽然我们 他们在右身上没有接触过主 但是我们借着祷告 我们能摸到对主 右体的右神的感觉 使我们能在各种环境里得到成就 这就是经历小麦做 表着有限的基督 约翰六章九点告诉我们 主耶稣用了五个大麦饼 喂饱了五千元 再次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看见 他不仅是在 他自己里面是那个福活 他乃是在福活里面 做我们的食物 并常喂我们的食物 基督作为真正的大麦 是要喂养我们每一位 他是来做食物 做一个饼来给我吃 这点我们要记住 这就是经历大麦 表着无限的基督 最后一点回应点就是 旧的小麦和大麦 我们要经历并应用 基督是生命的产生者 和生命的供应者 我们继续来看约翰福音 在约翰六章四十一节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的梁 在约翰十二的二十四节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一粒慢着落在地里死了 乃就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能解除许多子弟来 这六章要么看到 他是生命的供应者 十二章要么看到 他是生命的产生者 就着我们而言 要经历基督做我们的大麦小麦 先经历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产生者 我们都知道生命是活的 会长大的 经历基督像新鲜的空气 像照亮的光 这些都比较容易明白 但是经历基督做生命的长大 就不太明白 不太容易 怎么能知道你是生命的长大呢 我以说话为例 你先你在你没有祷告 祷读之前 你可能说话就随便 但是祷读之后 你里面就感觉不能随便说话 也不能随便批评 这就是一种长进 之后你再继续祷读一周 你就更觉得 不仅不能随便批评 连世俗的笑话 冷嘲热恒也不能说 在继续读导祷读一周之后 不仅觉得不能随便说话 连批评的话不能讲 世俗的冷嘲热文化也不能讲 甚至若没有组织引导 连对的话也不敢讲 这就说什么呢 说不说你在说话的时候 你在生命的长大 Amen 就我们而言 先经历后应用 学习应用基督是我们生命的控制者 当你来到聚会中的时候 你必须看见你的责业 你在聚会中有分享 分享是什么 分享就是暗时分量 在各种聚会中把神的话 把神的东西服侍给人 顾用基督给人 教员得到生命之长 这就是应用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控制 我们就教授这一节 谢谢 阿们 感谢主 弟兄姊妹 那我们有一点祷告 好吧 Ok 我 你 我的 我 说 我不